今天可以播了好不好 好,我開始錄了 開始錄了 好,來,那 那個,大家好 就是,很高興大家來今天的MDMHK 那我們是錄了今天那個WarmUp的 然後,其實延續上禮拜主集這樣子 上禮拜我們有講到那個 Constrate這個套件這樣子 然後可以做微測這樣子 然後呢,那因為它的位置比較難抓一點 所以呢,那個 我們今天就教大家如何把Constrate抓下來這樣子 因為它在R主要的套件庫大概叫做Clan這樣子 就是大家可以去找一下這個Clan這樣子 那Clan就是 就是 它是R主要的套件庫這樣子 那你要安裝任何套件啊,都可以在這邊抓到 那另外R還有另外一個套件庫叫做Rport這樣子 那很多就是 它的 背景是用SPM在做版本控管的 那很多R的套件呢,就是 就是 就是套件抬高者他們很喜歡把它的套件放在這上面 就是有一些測試的套件都會在這上面這樣 像那個 quamart的作者 它也有做另外兩個 還蠻重要的套件 一個叫做Indensing 一個叫Map 就Memory Map跟Indensing這樣 它都可以讓你的 那個 存取 速度加快 然後就是 就是 加速你的存取記憶體的速度 然後還有R的物件在記憶體裡面的存取速度會加快 所以 但是那兩個套件都沒有在CGN上面 所以你要到Rport可以抓到 那同樣的我們今天的主角就是 要抓那個 Constrate 那它也是在Rport上面可以抓到 那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的那個 Google ID是316 這樣子 所以你就會到那個 Constrate的 這個 就是你打Constrate 你就會找到這一個 這樣子 那 它主要的 發覺Member 就是有這些 這樣子 開發 這樣子 那Mifong有開發 主要有四個套件 那你點那個 STM repository 就會跳到這一個 這樣子 那它就會給你行 那個 SBM的指令這樣子 所以你只要用這個 SBM Checkout 然後呢 就是你只要用 SBM Checkout這樣子 Checkout這個東西 你就會 就會得到它的 那個 那我們用 用一個簡單的 範例這樣子 你就在這邊做 SBM Checkout這樣子 對 就是你就找一個 隨便一個資料夾 然後呢 對 剛剛忘記介紹一下 就是說 就是我這邊使用的 SBM的那個 的 欸 我這邊使用的 SBM的套件 是使用 那個 這個 就是我建議大家 可以裝這個 如果你不知道什麼是SBM的話 你可以裝那個 Torris SBM這樣子 然後你就可以 裝完之後呢 嗯 裝完之後就是 你在那個地方 按右鍵 突然SBM的 一些 設定物 然後順便廣告一下 就是 Torris 它也有 Git的版本 這樣子 所以你裝完 Git之後呢 Torris 就是 它也可以有這些 東西 那 就是 我們下禮拜 下禮拜的主題 是 Git相關 我們下禮拜的主題 是 Git相關 如果就是 你不會用 Git的話 也可以來學一下 那除了 Torris Git可以編譯 這些字的意外 就是 R Studio裡面 也有內建這些東西 那下禮拜的主題會 可以教大家怎麼用 PIC還有 R Studio的PIC 怎麼做 環控這樣子 那如果帶有興趣 就可以來看一下 好 那這個是PIC 部分的相關公告 那我們回到那個 Constrate 然後呢 就是說 那這邊 我們進到 Constrate 這個Project的首頁之後 進入它的 Repository 之後呢 就是我們會得到 SVN的一條指令 那我們就用SVN去 把它Checkout出來 那你如果 就 不忘了拿到那個 Torris 之後呢 他這邊就有 SVN Checkout 把這個東西 充進去 然後就 把它全部 通通 Check下來 按Share下來 應該會Check到 四個 應該會有四個 四個 被你Checkout出來 一個 一個是 看 看 就是 他就被你Checkout出來 然後 然後 他可能要 有點久 好 那那個 如果一旦 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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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裝它呢 就是 那個 等一下喔 這樣子看一下沒有看到 我讓大家看一下那個 就是 我們在這邊就是 把它Checkout出來 之後呢 就是你按右鍵 它就會有那個 可以Checkout出來 然後呢 Checkout出來之後 你就會Checkout到四個 四個 這樣子 那你在關 Kontraight之前 因為他底片好像 Brother這樣子 所以你要先裝 brother這樣子 對 然後裝 onbrother之後 才可以裝 onstrace 這樣子 然後 對 然後呢 在這邊的時候呢 我們就 因為他 那個 呃 那我們就可以開那個 阿Studio來裝 這樣子 阿Studio 我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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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Sever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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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 它 調過來一些 那當我們Checkout之後 回到我的車子 呃 當我們Checkout之後 你就會在 KDG這邊 看到就是說 欸 你看有發生 有光 Straight 之類的 然後呢 那在這邊的時候呢 我們就已經 我們看到這邊之後呢 呃 我們就先把 我們的那個 我們先把我們的 就是 workspace 射到這個 標架中 然後呢 我們就先 view一下 這個 這個東西 那這邊有點訊息的東西 就是 你如果你的 嗯 電腦是 2.15以上的話 你就不用改 那像 我的Severer是2.14的 所以 就是你就要來這個 Discution這邊 它原本你Checkout出來是2.15 這樣子 對 你就把它改成2.14這樣子 對 不用擔心這樣子 搞完之後 view 可以view過去了這樣子 然後呢 你就下C層 然後呢 R 然後 CMD 然後 view 那個 那個 法特 就是 你就 可以把法特 這個 在Windows也是一樣的 對 因為它好像全部Rcode 這樣子 就是 就是 然後 它就開始view 然後你看 它view完之後 它就會產生一個 卡點區域這樣子 然後你在這邊 你再按tours 然後已經搜PageG 然後你就去選那個 卡點區域這樣子 然後選出來之後 你就可以按搜尋 比如說 呃 我們就去選下 然後再來 那個 就是在這邊 就是 這裡面 你view完之後 它這邊就會有一個卡點區域 然後這樣子 INSTO 我改裝 然後裝就過 然後裝就過 對 那你如果沒有改那個2.15的話 它就會裝不過 對 那可以 可以給大家出示範一下 就是說 你看 我如果在這邊把它改回去2.15的話 因為我R是2.10啊 對 那個 然後 然後我再重view一次 然後我再重重一次 它都會有Bug 這樣子 你看 R要超過2.11 這樣子 對 所以你剛改完2.10一次 它就可以預完 就可以轉過 對 所以要讓它中過其一波 這樣子 然後呢 那裝完之後 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順利的 你就會順利安裝完Brother 然後 安裝完Brother之後呢 嗯 你就可以 繼續順利的 按把那個 嗯 光碎的 裝起來這樣子 那其實 其實不會很難啊 就是 嗯 就是 你就不一定要 要使用那個 就是你可以Google一下說 光碎的怎麼裝這樣子 然後 它 它可以直接從R4局 用一行指定就可以裝回來了 那在我們剛剛的那個 就是 在這邊你看 那 Brother因為它內建是2.115 所以 你如果在Windows版本 你下這行指令 它也可以直接 安裝Brother 這樣子 但是你如果2.114的話 就要跟我一樣 就是重新 重新build 那你裝完Brother之後 你就可以下這行指令 然後它就會裝成水 然後 裝完之後 它會自動把那些 Dependency 全部讓進來裝 就是 它Dependency 然後 全部通通都會被抓過來裝 這樣子 然後 就是 那就裝完 那就可以使用 就是你在Library 那個 光 Straight 它就會進來 沒有裝成功 你沒有裝成功啊 你剛剛裝它就是 拿Zero Exit Status 誒 我沒有裝成功嗎 看起來沒有 是嗎 Ummu Brutter 誒 Brutter也是嗎 誒 Umm Brutter有沒有裝成功 沒有 因為我剛剛那個 又把它改了 所以就是 就是 又把它改過來 然後再重新build 應該改裝 按照 然後 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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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這樣子 這樣子應該就裝成功 然後再來就是 不再裝那個 那種 應該就是 就可以 這樣子 因為這樣就有 然後它就 它又 另外,它是裝成功了,所以你就可以Library 裝成功了,它就把Dependency弄進去 然後你就可以像我上次做回測一樣 就可以去回測那些股票 下次一個呢,你會入圖,然後就可以回測了 以上是今天的OMAR,謝謝大家的贊助 這個要怎麼翻掉? 就直接按重點